隋杨帝杨广为何非要搞死高沟里 一连三次征伐搞到自己亡国 大家好 这里是风牛爱世界 在以往的历史教科书当中 隋杨帝给我们留下的印象很差劲 师父夺提 荒淫无道不说 脾气还挺暴躁 几番争辽东不利 隋朝方面损兵折将 隋杨帝却更加 高沟里这个偏远之邦 越打越上瘾了 哪怕打得国家动荡不堪 民不聊生 却依然选择使尽此刻 不死不休 领导挺较真 但下面的人却受不了了 谁都不愿去辽东送死 最终在王宝的一手 无相辽东望此歌之中 浩浩荡荡的隋末起义 拉开了亡隋的序幕 那么为何隋杨帝非要执着于打高沟里呢 高沟里这个东北亚政权在当时 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存在 高沟里的实力如何 对于高沟里是个什么样的存在 如果按照他们的疆域想象图来看 那当初死磕高沟里的隋杨帝 绝对算得上是个民族英雄 而且是一位敢于用鸡蛋碰石头 还碰了好几次的铁汉子 关掉想象加美颜滤镜之后 真实的高沟里的疆域其实也不算小 从公元前二世纪最初 第二玄兔郡内惠莫系土著首领工匠 第二玄兔郡赶出浑江 鸭鲁江流域 正式建立高沟里政权之后 高沟里的疆域便开始了动态变化 直到隋杨帝时期 高沟里的疆域范围已经成为了东北亚地区一个不可忽视的 很有实力的政权 今天中国辽宁省辽河以东地区 吉林省中南部 黑龙江省中南部 以及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全境 韩国首尔 仁川广玉市 京基道 江源道 中清北到北部 中清南到东北一部 以及庆上北到东北大部分地区 俄罗斯沿海州南部都在其控制范围之内 当然 高沟里再大 历史上 其疆域范围也肯定大不过随潮 就像当年高沟里驱逼墨河 护进契丹 杀害边人之时 隋文帝曾派人到高沟里的王体 斥责对方 王位辽水之广 何如长江 高丽之人 多少成国 朕若不存寒谕 则王前沿 命一将军 何代多利 隋 高沟里之间的实力落差 从隋文帝带着威胁的语调当中 便可亏一般 那么实力既然如此悬殊 这场仗为啥最终弄还是打起来了 而且打成了一场不死不休的祸国之战 最主要的原因是 这场战争对于隋朝来说 是统一战的最后一战 而对于高沟里来说 将实力推进到辽河以西的地区之后 他也看到了不用低声下气当小弟的可能 双方都觉得不能再向后退缩 于是一场大战在所难免 双方的观点 一般来说 在国外人看来 隋朝与高沟里之间的战争 属于一场隋阳帝专制不服的侵略战争 然而 熟悉中国历史的小伙伴们 不难发现 当时灭掉成国统一华夏的隋朝 作为终结一百多年南北朝分裂局面 再次重现大一统光辉的王朝 他的雄心绝不可能将昔日的故土辽东 弃之不顾 从古文献上可以看到 高沟里王国的发源地辽东地区 在战国时期就已经属于华夏之地 当时 英国打败古朝鲜 在其故地设立了辽东郡 到了西汉时期 公元前108年 汉朝灭掉古朝鲜最后一个王朝 卫氏朝鲜 在鸭鹿江中游 设立汉四郡 针番 陵屯 勒浪 玄兔四郡 其后 历代王朝都把辽东 视为其东北领地 到了隋阳帝时期 虽然高沟里 已经闷声蚕食了大片东北领土 但在辽东之地的归属问题上 隋朝方面依然觉得 这块地儿是我的 当年负责四一经略的隋朝皇门侍郎培举 曾对隋阳帝说道 高沟里本姬子所封之地 汉晋皆为郡县 今乃不娶 别为异域 当陛下之时 安可不娶 使官代之境 虽为蛮墨之相呼 对于隋朝来说 辽东之地倘若不复 统一大业就不完整 而且这个时候 已经有了东突厥举国从化的先例 隋朝方面觉得 高沟里的王完全可以像启明克汗那样 举国归降 这样实现和平统一 然而这种提议 对于当时的高沟里王来讲 那可是相当令人上火 因为在高沟里方面看来 让我当小弟 以我的实力 还真丢不起这个人 两人本来就当得很艰难的友谊小船 便开始向着帆的方向走了 高沟里的野望 之前 高沟里就是一个很有想法的政权 而且在东北亚地区 权谋手段一直玩得也挺有 在隋朝刚刚成立之时 四面受敌 西面有土律魂 南面是陈朝 北面是突厥巨无霸 东北还有北齐余党 高宝宁集团和契丹 西部等诸藩 东面盘踞着高沟里 这个时候 隋朝和高沟里面对空闲数十万的突厥不足 自然要抱团取暖 高沟里前使入供 也只是表示一个态度 哥 这关头 咱俩可不能闹翻呀 明白 其后 在隋朝统一南臣之后 腾出手来收拾突厥 最终数次大战之后 打头克汗汉国崩溃 东突厥起名克汗举国归附 此时东北亚的秩序 发生了深刻的变革 流先前多个势力平衡交错的均衡 转为以隋帝国为中心的崭新格局 作为北方霸主 突厥的示弱 让隋朝松了一口气的同时 也让高沟里开始趁乱浑水摸鱼 借着隋朝和突厥大打出手之际 不断南进 隋朝回过神一看 哎呀 这货竟然已经突到辽河附近 隔着大灵河跟咱靠在一起了 这个小弟很不老实 也很有想法呀 有野心的小弟 太危险 这应该是当时隋朝上下朝臣的共识 与此同时 隋朝不断张扬的盛事 以及强大的向心力 也使得原本依附高沟里的气弹 墨河等族 开始纷纷改换门庭 抱大腿 这让始终处于歌剧思想的高沟里 感到了深深的不安 为此 高沟里的抱团取暖想法 再次付诸实施 这次他抱的是突厥 而且抱的是让隋阳帝比较看好的启宁可汗部种 大业三年607年隋阳帝寻幸于林 在突厥启宁的帐内 发现高沟里使者 宴会上隋阳帝令高沟里使者回去转告齐国王 速速派遣使者朝贡 否则将与启宁可汗一起 巡视笔图 然而隋阳帝的话 最终高沟里还是没有听进去 不仅没有示好的表示 反而加快了朝鲜半岛征伐的步子 猛奏跟随朝交好的新罗政权 不认识住高沟里就不可能获得稳定 和平的东北边疆 认识到这一点之后 隋阳帝不久便产生了征讨高沟里的念头 随后隋阳帝于大业八年 大业九年 大业十年前后三次对高沟里用兵 然而隋阳帝却忽视了 高沟里毕竟也是一个立国几百年的政权 同时百万雄师北上天气 粮草都是一个影响战争的非常敏感因素 而以一代劳的高沟里 选择坚轻毕业的打法 确实也最终拖垮了隋军 三次罚辽东 军以失败告终 最终也使得隋朝被拖入了崩王的地步 结语 高沟里是个不安分的政权 从隋朝立国之时起 他又不断积极地治兵击补 表面臣服 实则加紧修筑防御攻势 刚开始隋朝顾不上管他 然而当隋朝北服突厥 西平土玉魂 新罗与百计都表示臣服之后 只剩下一个倔强的高沟里 突兀地站在那里 让隋朝东北边疆显得非常不稳 同时高沟里对隋东北边境的侵袭 构成了对东北地区的威胁 统一的中原王朝受危加四汗 让福四夷的华谊官影响 绝不可能容许在自己的政权东北援 再出现一个强大的政权 因此 上进的高沟里 遇到了强大的隋朝霸道总裁 刚对刚 硬碰硬 自然一碰就火星四射 套用数百年后的一句名言 过他只盼启荣他人酣睡 这应该就是隋朝和高沟里 不死不休战争的最根本原因 好了 本集节目就和大家分享到这了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次再会